combustible пользовatiyan 不知道大家walk from home的還順不順理 不過看我剛剛的樣子應該算是還蠻適應的吧 因為最近疫情升溫的關係 在家的時間也變得比較長了 想說剛好可以趁這個機會 拍一些比較居家的主題 像是之前人家很常問我的衣服、鞋子 還有配件這些清潔保養的習慣 不過不會是今天拍 我打算明後天再拍給你們知道 因為我今天要處理一件 存在我手機代辦事項裡面 非常非常久的一個事情 那就是 整理我的儲物間 這一件雖然放的大部分都是衣服 不過我會說它是儲物間 是因為我幾乎把除了衣服之外 我這些雜物也全部都會往這個房間丟 那其實蠻早之前就有計畫要整理這些衣服出來 想說可以換一個二手派 然後順便跟大家見見面 不過剛好碰上疫情的關係 所以想說那一樣把衣服整理出來 用蝦皮的方式 讓大家去網路上購買 不過在整理之前呢 因為等一下有一個視訊會要開 讓我還可以再稍微的偷懶一下 剛才人就直接這樣去開會了 那就準備開工吧 結果原本以為一個下午可以打掃好的 結果打掃到現在已經差不多是睡覺時間了 今天分類這件衣服呢 也是天人交戰了一下 秉持著斷舍離的心情在分類這些衣服 然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近兩年來的購物觀念 因為我覺得我近兩年來的購物觀念 其實轉變還蠻大的 在以前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屯物症 就是可能會覺得這個價格很便宜 或是這件商品的品質還不錯 就會想要同時買好幾個 很多新的東西反而被我遺忘在角落 甚至是根本就忘記買過它們 開始慢慢發現空間變得比較擁擠 那我覺得這還蠻影響生活的品質的 後來我自己有慢慢的改掉這個習慣 看到東西會壓抑住對這個物質的慾望 雖然還是很愛買不過相對購買的頻率 已經比以前低非常非常多了 但我覺得應該也有可能是因為年紀大了 已經過了那種想要爆買的年紀 不過這兩年來我自己在購物這方面的習慣轉變 是發現我自己囤了這麼多東西 可是其實並沒有變得比較快樂 因為那個滿足感呢 其實只有在當下的滿足而已 當你帶回家的時候 它帶給你的滿足感是很單薄的 像是我去年年底三仔一身那條褲子 跟我近期分享的The North Face黑鏢那件褲子 價格呢都不算低 然後也有人在留言區說 喔你買的東西單品很貴 價格很高 的確他們單價呢都不算低 不過會想把他們帶回家說的是 他們的設計、剪拆還有舒適度 都非常好之外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認為 這兩個單品是沒有時效性的 簡單來說呢 就是我不用考慮他們流不流行 是不管我什麼時候拿出來穿 都很適合的一個單品 所以即使他們的單價比較高 把他們帶回家我也完全不會後悔 它能配方我的時間是能拉的更長的 所以如果你是剛好正在猶豫要不要買某個東西 可以試試看我的這個方法 用時效性來決定要不要購入它 當然這是我現階段的購物觀念 不一定是最好的 可以給你們當作一個參考 這改變了我近兩年來的購物習慣 還蠻多的 也讓我省去還蠻多可能的花費 那時間也不早了 明天再來跟你們分享我自己平常 衣服配件鞋子的一些保養 還有清潔的小技巧 這個快頂不住了 先去睡覺吧 來看一下今天的行程 今天的行程呢 跟昨天一樣都是在家裡 不過算是在家裡 但是也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在家裡有認真運動還是可以爆汗一波的 而且因為省去通勤的時間 早上還可以睡得比較晚一點 等一下我會先洗個澡 再洗一下衣服 然後跟你們分享一下我自己洗衣服的習慣 現在這一坨呢就是要洗的衣服 基本上有所有衣服 包括那衣服 外衣全部都會裝洗衣網 衣服就比較不會有大的拉扯 這種東西就是家裡可以多買幾 這個是我自己的洗衣精的愛牌 有興趣可以自己解讀 不過洗衣服呢只加洗衣精的 不會加任何軟精 或是其他的香精之類的 我都不會加 單純的只用洗衣精 標準清洗 洗完衣服之後呢 衣服都會像這樣有一點點皺皺的 就會 咱咱的甩 甩一甩之後它就會變得比較平整 曬完它也會沒有那麼皺 曬衣服的習慣跟一般人不一樣 像一般人可能就會直接從林口這樣曬下去 那我的方法呢是 從衣擺的地方穿過去 從林口拉出來 我會這樣子曬衣服 這樣子曬衣服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的林口不會拉扯到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技巧 終於曬完了 我現在要趕快躲回房間避暑了 真太熱了 但是桌上所有朋友呢 都是我清潔的小幫手 那我就先從我自己平常比較少用的 兩個跟你們分享 首先 右手邊這個呢 它是皮革保養啦 左手邊這個呢 它是 鞋靴增軟劑 那右手邊這個它比較通用 它是除了鞋子之外 配件還有服飾都可以用 那這個呢就是比較 專門鞋子用的 最常用的呢就是 用在我的馬丁上面 我的馬丁都是用這兩個東西去做保養的 那這兩個東西呢 算有點大同小異 不過如果優先選擇購入的話 我會選擇這個 因為它還蠻通用的 可以用在 除了鞋子之外 PE啊 或是體鑑上 都可以 這兩個呢都是 Timberland 而且這一罐呢也不貴 這罐的價格呢是 350塊台幣 而且我這個用好久了 用刀牆都還沒用完 打開給你們看一下 啊 打開呢就長這樣 油油亮亮 有興趣的話大家就自己截圖喔 接下來兩個呢都是鞋子的防水噴霧 左手邊這個是Timberland的 右手邊這個是Camper的 兩個都是 裝櫃上就可以買得到的東西 使用方法呢都是儘量在室外噴 然後 跟鞋子隔差不多 30公分的距離 當一級的這樣噴 就可以了 左手邊這個它 比較沒有味道 防水效果也還算差強人影 右手邊這個Camper呢 它的 防水的效果我覺得還不錯 可是它有一個確定就是 它的味道其實還蠻重的 所以一定一定要在室外噴 不然超次比的 這兩雙呢 它都是用到雞皮的材質 這雙LM-Type 它是雞皮材質比較多 202R這雙它的 王眼的部分 占還蠻多的 雞皮類鞋子呢 買回家會做的第一步就是 一定要先上防水噴霧 而且你要盡量保持鞋子是乾燥的狀態 在噴著防水噴霧 噴完之後我會靜置 我的習慣大概在兩個小時 那防水噴霧它主要呢就是 只有for 雞皮的材質 大家千萬要記得 很多人會覺得 好像噴了防水噴霧之後 這雙鞋就無敵了 其實沒有 因為像這種 氣孔比較大的王眼材質 防水噴霧噴上去是 一點用都沒有的 大家千萬要記住 而且防水噴霧還是有時效性的 基本上你有穿出門 大概一個月到一個半月 是要補噴一次的 我覺得算是用的 還蠻兇的一個單品吧 這個防水噴霧我也換了 還蠻多罐的 如果大家有不錯的牌子 也可以推薦給我 接下來呢就是 我自己在 清潔擠皮類的方法 這個是比較專業一點的 專門刷鞋子的刷子 如果沒有這刷子也沒有關係 其實我覺得很好用的 還有牙刷 非常一般的牙刷 但這個牙刷呢 我會盡量挑它的刷毛是比較軟的 這樣也比較不會傷到擠皮的材質 那傳出門第一件事 不管有沒有用髒 我一定會用刷子 稍微輕輕的刷一下我的斜面 因為其實很多 我們看不到的灰塵 它會附著在這個表面的材質上 然後很多人會問我說 如果擠皮真的用髒怎麼辦 我建議的方法是 千萬千萬不要碰到水 因為其實你用髒之後 你碰到水 顏色很容易就吃上去了 刷子如果刷不掉的話 那我就會把這種鞋 再穿得髒一點 然後送給專業的處理 這樣是最最最安全的方法 因為我曾經 自己製作聰明 搭了輕輕鞋子 然後去刷我GP的鞋子 換來就是指標鞋直接報銷 然後很多人看了我的collection 問我說 為什麼我的鞋子都這麼乾淨 沒有特別的 就是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我回家第一件事呢 因為就是基本的先刷 讓它靜置一下 再收進我的鞋櫃 腳其實是會有點濕氣 還有熱氣的 我會等味道散掉之後 我才會放進我的鞋盒裡面 頭巾鞋櫃還有個好處就是 落成呢 也不會落在這些鞋子上面 大家參考喔 你們可以先回家 插播一下 剛剛忘記講 就是我穿鞋子呢 一定會用鞋吧 這樣我的鞋根比較不會變形 那說完幾皮呢 接下來就是分享 我的秘密武器 就是 它 大家可以猜一下 這一塊 大家可以猜一下 這一塊東西多少錢 300 不用 200 也不用 這一塊呢 50塊就可以買得到了 這一整塊呢 就叫做 科技海綿 隨便拿一雙鞋子 這一塊就是用來清潔 我所有鞋子中底的部分 我這邊去拿一雙比較 然後 髒一點的給你們示範好了 等我等一下 為了說服力一點呢 我拿了我近期穿的最髒的鞋子 上面呢 全部都是土 可以看一下 現在這中底呢 超級髒的 然後我就直接 用科技海綿 示範給你們看 我怎麼刷我的中底 老司機上車囉 首先那很簡單呢 就是 先11塊 下來 稍微沾一點水 你拿之後就直接這樣刷 有沒有看到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直接變超乾淨啦 完全不用加任何的清潔劑 瞬間變超乾淨 窗洗完之後呢 就拿這種乾布 把鞋子的中底擦乾 因為鞋子幾乎 不太適合一直長期接觸到水 刷洗完呢 就會非常非常的乾淨 我中底只要有沾的話 一定會用這個方法去做刷洗 也不會加到任何清潔劑 因為有的清潔劑呢 可能會傷害到鞋子它的材質 清潔完 我會先用乾布去擦乾 盡量保持在乾燥的狀態 那這個就是我的好幫手 科技海綿 不過使用科技海綿呢 有幾點是需要非常非常注意的 科技海綿使用的時候 千萬不要用熱水 然後基本上科技海綿呢 我只會用在刷洗鞋子上面 不適合用在任何餐具 或是有可能會碰到嘴巴的物餅上 因為科技海綿 其實是會有毒的物質的 所以這點呢 大家要非常非常非常注意 我自己是只有用在刷洗的鞋子上面 因為不可能去舔鞋子嘛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自己所有清潔的習慣 還有會用到的東西 其實清潔我覺得大家不用想的太複雜 如果真的不幸用很髒 直接交給專業的處理 花一點小錢 但是能保障你的東西的安全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還有自己平常有沒有愛惜著使用它們 所以自己主人的使用習慣 也是影響還蠻多的 除了這些之外 如果大家有不錯的一些鞋子啊 或是衣服的清潔相關的 也可以在下面推薦給我 基本上呢 我的每天都會先從一杯咖啡開始 但為了能夠確實減少出門的次數 現在我們很幸運的是還可以叫外送 這個呢 是我 Binbarker最愛喝的咖啡 它的名字呢 是 香檸蜜幼冷萃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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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k from home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讓我有更多時間 可以回大家的留言 而且同時 還可以有iPad看NBA 雖然外送很方便 但有一個缺點就是 不太環保 其實在家 Walk from home呢 跟大家做的事情 應該都差不多 多了還蠻多時間 可以打掃的 我也稍微的整理了一下 我的這個小小的工作間 所以今天呢 就來個 Mini Retour給你們看 大堆這個背景 應該都還蠻熟悉的吧 就是很多開箱都在這邊開的 給你們看一下 一些比較生活的東西 這邊呢 就是之前買的 半股的年年怪 而且它的盒子 也做的很有造型 這個呢 是我的藍牙耳機 它有抗噪 如果外面有施工或幹嘛的 我就會戴這個耳機 它這個還蠻特別的 它是專門清潔眼鏡的 眼鏡行都買得到 旅行用的 一些小東西的 換洗袋 我之後再來跟你們分享 這是我 目前應該買到 最滿意的配件收納包 就是這個 我比較平常晚上會擦的保養品 這罐蠻推的 裡不保水的 自己截圖 這罐超好用 黑的 近期購入的 Snowpeak的一個杯子 這超好用 之後再跟你們分享 蛋保的專輯 裝的人 就會知道 這個呢 是我做一整天玩具的時候發現 它跟這雙鞋的配色 非常的像 就把它放在一起了 這個玩偶好像叫 太空宇航員吧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 還蠻多問題 這邊呢 是半股的派大星 我覺得配一雙Racer 顏色也很搭 這個是 厚道的 白虎 配我的 白色Racer 還有另外一個 也是太空羽毛園 它是橘色的 所以我就直接跟我橘色幾皮的converse 放在一起 之前Nike ID的鞋子 話說最近還蠻想 ID 一雙Air Force 第一次買相機的一個 小的鏡頭 這個是 PS4 20週年初的 手把 這個手把我也沒有用 就是擺著好看 因為它跟PS1的 原色是一樣的 這個是我最愛的BOX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BOX 不同版本 他們的眼睛不一樣 它是半張的 它是全張的 這邊是 唐老鴨 三兄弟 然後這兩張照片呢 對我來說很有意義 如果是老觀眾的話 應該 可以認得出來 這個是哪裡吧 這是我的起家座 一開始拍影片的時候 就是在這個corner拍的 當初的租屋處 白的樣子 然後那時候要搬家的時候 我就用拍的 拍了兩張照片 然後這邊是我的 放CD的音響 因為韌性的人 它是 很難放CD 所以我裡面呢 就是放 這個CD 然後這邊這個呢 就是我 買了很久的生物喇叭 這個我至少應該有用兩年了 我最喜歡的地方是 它開啟的這個音效 這顆我還蠻推的 不過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這邊是直接做 鏤空的 然後它的灰塵其實會 掉到這裡面去 但是就清不到 這邊呢就是我平常會用的香水 平常最常噴的 這個呢是 比較偏海洋 比較清新的味道 這個畫呢是 我的夥伴畫的 這個房間呢 還藏了一個 非常小的動物 放在門旁邊 之前很瘋 扭蛋的時候 就轉了超多扭蛋的 然後我就自己做了一個 就是適合他們環境的 小地圖 然後旁邊呢 最近在看的漫畫 週數回戰 也是好看 有點小亂的工作桌 這邊是我平常電機用的耳機 這邊也有一個耳機 可是這不是真的耳機 它是一個狙擊手 大家有看到在狙擊手嗎 我會把它放在這邊 是因為我工作的時候 怕我自己很怠惰 有這種有人在瞄準我的感覺 就不敢偷懶 上週才開箱的亞瑟寺 1090 這雙真的很讚 不能穿出門的時候 我只能擺在這邊 就是顧顧概念 之前呢說完整room tour 給大家看 不是因為我不拍 是因為最後決定 這邊還會再稍微的改造一下 我也不敢用太多東西 要改造的時候 會還蠻麻煩的 所以我目前呢 就只有在做這一區塊的使用 這個房間 我最驕傲的地方應該就是 這邊是白色的牆 然後這邊是灰色的 有點像是清水膜的這種感覺 這一面牆呢 就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刷的 上底色之後 然後自己再去刷出這種清水膜的感覺 還蠻有成就感的 而且我自己覺得應該是刷的耶 還蠻專業的吧 簡單的room tour就到這邊 其實我覺得我防控也沒有不好 像是自己平常在辦公的時候 是不能聽音樂的 然後我在家就會偷偷的放音樂 而且在家可以重拾很多 你之前有點荒廢的計畫 像是我跟自己約定 要每個月看一本書 現在像是午休的時候 又不想要一直盯著電腦的話 我就可以利用這段時間 拿來看書啊或是看漫畫 我自己是還蠻享受在這個氛圍的 我覺得在家要把工作跟放鬆這件事情 融合在一起 是需要一點點時間磨合的 所以我自己的調適方法呢 是我把工作全部留在這個房間 然後把我所有的娛樂都拉到客廳 或是別的房間去做那件事情 讓自己打開這個房間的門的時候 就直接進入工作的狀態 然後Front Home我覺得 最可怕的地方應該就是 網購了吧 因為疫情的關係也不確定 什麼時候會變得比較緩和 事後的影片有一些開箱的部分 可能就必須全部都在室內進行 但是這部分呢就是 沒辦法避免的 也是需要大家稍微的體諒一下 那這就是我的Walk From Home了 今天的結尾呢 想做的跟平常不一樣 那就是 非必要 別出門 我們一起努力